我们来分析一下上下结构的宽和成字应该怎样写好看 上下结构的字我们一般是从两个方面去分析 第一点横向看宽窄 然后第二点竖向看比例 我们来看一下宽字中的宽窄 或者说它的收放关系是怎么样的 大家看一下宽字底端由撇与竖弯钩 大家记住汉字底端如果出现撇与竖弯钩的组合 基本上撇合竖弯钩是整个字最宽的部分 要往两边打开的 因为它是在底端的 往两边打开 打得越开字形越稳固 所以既然下面一定要放的话 那上面就要得收着写 所以宝盖头是千万不可以给它写宽了 这一块你看也是给它写的窄的 底端是最宽的 这是它的宽窄 那比例问题大家看一下 从宝盖头你看从这里到这个盒 一直到这个剑字的上部 这里你看它的压缩的比较近 横向笔画之间间隔压的比较近 然后下部的内容比较舒展 是吧 按上紧下松 我们来看一下宽字书写 好 首先你看点 然后左点 然后横勾 注意我们不要给它写太宽 好 压一下 然后你看往回出勾 勾的指向对着这个点的尾巴这样勾过去 然后你看我们把横写在这个 这个点和横勾门口 然后你看树 两树不要写太长 短小一些 这是两树 一定要记得这个树一定要短小 上部我们要写紧凑一些 然后你看下部 按树 然后横折 压一下 按方折下来 你看这块都是写的比较窄的 上部你看整个收的比较紧 然后你看撇画往这走 你看撇画往这走 好 树弯钩往外伸展出去 这是宽子 大家看一下 收放关系很明确 你看上部是窄的 然后下部是宽的 上部是短的 下部是长的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尘子 也是从它的这个横向的宽窄 和树向的比例来看 大家看一下 尘子下面 左边有撇 右边有纳化 是往两边展开的 所以尘子中下部要宽一些 上部要收紧 所以字头是一定要收紧的 上部的日子头 一定要些小一些 然后它的比例问题 大家看一下 上部你看横向笔画很多 横到横到横 然后你看到这 横横横 这个间隔都是相等的 而且横向笔画压的比较近 然后我们要给下部的竖项笔画 你看竖题 比如说纳化和笔画 留出足够的空间 下部要给它舒展一些 也是上紧下松的字形 那我们来看一下 陈字书写 好 竖往里收 你看横折 往里收 这个字形 要小一些 你看 收紧 字头 然后你看横 注意横间距的把握 你看横横横 横间隔是相等的 好 撇画 往左边伸展出去 然后横 再来一个横 大家看一下 你看 从字头到横 到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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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压得非常紧 而且横间距是相等的 看见没有 这是这部分 然后你看竖题 是整个字最低的部分 竖题不要写短 舒展一些 然后你看 撇花往这走 好 那花往外延伸 然后拖出那角来 这是乘字书写 大家看一下 撇和那花 你看 往两边走的 然后竖题是往下走的 竖题是整个字的最低点 一定要注意 这是宽和乘字书写 而上下结构的字 是横向看宽窄 或者说是横向看收放 然后竖项看什么 看比例的 你学会了吗